决战中台湾 而且就在蔡英文她宣布副手之后 其实她马上到美国访问 因此她跟这个副手的搭档竞选的场合 看起来这个星期六真的是第一场 民进党的全代会 还有25周年的党庆 将会在星期六合并举行 而且就遗失大台中 那么今天蔡英文也特别要求 所有的党公职都必须要动员参加 在现场也会有一台 由旧公车改装成的台一线巴士 这个也象征了 为民进党下一波的基层巷动战 抢新宣传 这是蔡英文的威力 这是苏嘉全的魅力 当英家配合体抢攻2012 正式搭档参选第一场大造势 这个周末就选在大台中 我们主席下达924全代会的动员令 我们全体的党公职 全国党代表 924台中大造势 党中央下达动员令决战中台湾 策略没改变 除了原本的中章头三个县市 现在连监困选区苗栗县 也纳入中台湾战斗版图 民进党企图在中部翻转 蓝绿基本盘 要突破关键5% 至少小赢国民党4万票 有作战目标更要有软实力 这支温馨短片凸显女性特质 呼应蔡英文下一波选战主轴 台湾第一女总统 而民进党更打算寄出秘密武器 这台老巴士换上鲜艳的亮黄色 台线活动宣传有大绝招呢 就算宋楚瑜加入战局 双英决战还在拔河 论场面论气势 拳戴会上谁都不想输